作詞・編曲 李宗盛 楊鎲 歡迎收看 題目 詞・編曲 &字幕 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所以我也是講者啊 蛤 你現在還知道哦 大家好 他是海報 目前就讀於高雄美國學校 以台灣的學志來說 他算是國中三年級 大家好 你好 他是丹丹 自從大前年種下來一顆希望的種子 就從此離不開這個坑了 OK 那至於我和海報會認識 是因為去年Seacon的夏令 那為什麼我和他會共同演講這個主題 後面我會後續再詳細解釋 好 今天的題目是GoGoCoding 開源從小開始 GoGoCoding 那是什麼 能吃嗎 很抱歉 他不能吃 對 他不能吃 對 他不能吃 對 那所以他是什麼 GoGoCoding 是一個Google開源辦公室 辦給13到17歲的中學生 為了推廣開源所辦的比賽 對 所以他會透過做一些什麼東西啊 他會透過 就是做一些類似Tesk 還有去玩 他需要 就是要你去完成一些Tesk 然後 這些Tesk 有些是食物性的 或是要去 食物性或是要去做一些 就是像搜尋之類的東西 食物性 食物 那就是可以吃嘛 你就只會吃 你還會幹嘛啊 所以你有哪些社群加入這個活動啊 蛤 就像Drupal啊 Drupal 我知道 Drupal就是那個很有名的 Opensource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嘛 那還有其他的嗎 就像還有KDE KDE就是一個在Linux以下 像Windows一樣的很順利的桌面環境 對 還有Forses Asia就是 Forses Asia就是 Forses Asia就是由 亞洲區所的 亞洲區很多的開源組織 然後一開始也是由 年會的方式所產生的 那可是接大陸開源會有些門檻耶 那可是接大陸開源會有些門檻耶 蛤 很簡單啊 你可以先參加Seacon的所有活動之類的 還有 如果你去參加GoodCoding的話 每個社群都會有他的Mentor 你就可以去找他們問問題啊 找Mentor問問題 怎麼問啊 他們Mentor會出一些Tesk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可以在IRC上面跟他們交流 對 那在IRC 你說這是全球性的活動嗎 對啊 所以會 會有失去問題 對 會有失去問題 對 那所以 所以Mentor會很難找 但是有一些好處啦 就是 當然然後Mentor很難找就算了 找到還不一定有空 這很尷尬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OpenSource Community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做業餘的 然後不是 全心全力的 就是不是全職的投入在這裡 所以就算有時候你找到Mentor 他也不一定有空 但是Mentor還可以負責 他會負責挑你的很多code的動 對 他會賣挑毛病 OK 那你知道有什麼Tesk的類型嗎 Tesk的類型大概有分為以下集中 有這種文件類的類型 就是要求學生去寫一些readme 或者一些guine line的 中文怎麼講 指南文件 OK 讓初次想要接觸這一個技術的人 可以有一些入門 那或者是有一些實際 要寫一些小專案的Tesk 就是你會實際需要 他會告訴你說 這一個Tesk的條件是什麼 那你要去完成它 又或者一些是research research的Tesk呢 它是會給你 它會給你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你要去想辦法解決它 用你所會的知識 所學會的技術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又或者是有UI或UX的Tesk 那這個Tesk呢 有的時候是設計一支 應用程式的icon 又或者是社群的T-shirt 那又或者是web的一些 小元件的界面設計等等的 那還有最討厭的就是這種QATesk QATesk就是工程師最討厭碰到的 就是要找issue的一些bug 之類的東西 那還有 有一種叫做beginner tasker beginner tasker呢 是為了要讓一些入門的人 能夠更簡單入門 所以他開一些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入門的beginner tasker 那可是每個人只能做兩題 對 因為後面等一下會講 有講評 呃 呃 所以這個Google Hotting的活動的流程 大概就是像這樣 就是你要組織 呃 社群會 會發出任務 然後每個任務都有 他們的mentor需要 要負責 mentor會負責這個任務 然後你要去接這些任務 完成 然後並且完成這些任務 然後提交給你的mentor 如果他沒有挑你的毛病 或是 或是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他就會通過你的Tesk 然後你就可以再繼續接下一個Tesk 然後就會一直不斷重複這個動作 對 那不斷不斷的重複之後呢 你解的Tesk越多 會有相對應的好處 等一下就知道 所以怎麼參加 蛤 很簡單啊 他是在網路上的比賽嘛 所以你只需要一個網路 網際網路 還有一個 因為他是Google辦的比賽 所以你也需要Google的帳號 同時你需要證明你是學生的證明文件 因為他是辦給學生的比賽 然後你還需要一個收獎品的柱子 如果沒填好的話 你可能就會收不到獎品 獎品喔 這麼好 對啊 就是像 如果你是 每個社群的前兩名 就是他們會按照你的Tesk品質 還有數量去選出來 就會可以得到 可以去參觀Google 美國Google總部一趟 而且旅費都是由他們所負責的 如果是被選為組織的那個Finalist 就可以獲得毛異意見 每個社群就只有三名 然後完成三個Tesk 你就可以獲得我身上的T恤意見 然後完成一個 只要完成一個或一個以上的Tesk 就可以獲得獎莊一張 這台台灣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 對 好 那就來一個Hater時間 剛剛講了QATesk是最討厭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幾種 請重現任何五個 還沒有被確認的OpenBug Report 這是什麼 就是有使用者提爆了五個 使用者會提爆一堆的Bug 那這些Bug呢 我相信工程師沒有時間去重現去Confirm 就是確定說這個Bug是存在的 所以呢 他們就把這些Tesk 就把這件事情丟給來參加Google Calling的學生 對 然後你看很兇狠 那叫Beginner Task 對那超級煩的 然後像這個Drupal Drupal是一個CMS的系統 然後你會看到說這個Tesk是 請重現五個Bug 而且要螢幕截圖 也就是當初這個Bug被提爆的時候 那個提爆的人忘記截圖了 所以你就要很辛苦的去重現那個Bug 然後那個Bug到底怎麼重現 你也不知道 你只能看著User給你的 就是User給你的一步一步的說明 他怎麼操作 然後會產生這個Bug 然後你要去截圖出來 所以下面那個最兇狠 還有沒有 第三個那個 你要找十五個寫的不好的issue 就是可能描述不清楚啦 又或者是幹嘛之類的issue 然後就說 怎麼大家issue都寫得這麼好啊 原來要找 寫得爛的issue這麼困難 OK 就是要找十五個這種issue 就還蠻討厭的 就是還蠻花時間的 而且還很兇殘 是標beginner task 但其實這超級花時間 好 這是我本次的以下個人作品 就是有些專案 我們等一下會再詳細解說 以下是Document類的Tesk 所以這次你完成的 都是哪一種類型的Tesk 大部分就是文件或是code吧 都是文件或是code OK好 所以這邊是Document 好 這次就是 需要寫 鑽寫或翻譯 維基百科的有關開源的條目 或是事件 像siccon啊 costcover的類的 所以做這個Tesk 有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需要什麼技術嗎 好 就是你需要一個可以明確可以相信的來源 然後 需要以第三方的角度可以客觀的描述 不能用很主觀的角度 不然就會被退回 然後你還要揮一點 簡易的Wiki語法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去參考別人已經寫好的Wiki條目 好 這邊是我本次 鑽寫或翻譯的Wiki條目 就這樣 有siccon python軟體已經會 下面 對 那接下來這一個呢 是要編譯 emirock 這個 你需要去抓 emirock source code回來編譯 那emirock是什麼呢 emirock 是 在KDE 這一個 桌面環境底下的一個 音樂播放器 OK 那它的作者 就叫emirock 它的作者 前面多一個m 忘記了 反正就是它的名字跟emirock很像就對了 OK 那在做這個task的時候很有趣 就是 就是我們必須要寫說怎麼編譯它 怎麼把它編譯 就是怎麼從source code把它編譯成binary檔案 OK 那要寫說明文件呢 通常我們的習慣用mockdown 而且這一個文件 你是必須要寫給全國的人 全世界的人看的 所以 你必須使用英文撰寫 但是不用緊張 你只要用基本的英文就可以了 就用簡單的英文 大家看得懂的英文就好 不用太艱深 OK 那寫文件呢 我們通常都喜歡用mockdown去撰寫 mockdown是什麼呢 我們今年的年會題目叫做 The True Hackers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Aaron Swartz這一位hacker Aaron Swartz 他貢獻了很多事情 而且他很重要 對 那mockdown呢 就是Aaron Swartz 他所提出 所一起共同創造的一個標記語言 那如果你在場 在場的人如果你會HTML的話 你會知道說 HTML其實它還蠻 對人類閱讀上不是那麼方便 它只是方便網頁呈現而已 對 但是mockdown呢 它可以方便人類閱讀 同時機器也能夠方便解析 OK 那mockdown這個東西 目前也被廣泛用於Reddit Github Stack of Follow 等等的系統 甚至是Sikon內部的 issue tracking system 也都是支援mockdown語法的 然後這個Task就會發生 一些有點好笑的事情 就是 呃 因為它本來的readme 沒有寫得很好 對 它本來的readme就寫得不好 然後 所以相依的套件 並沒有詳細寫清楚 對 然後所以作者表示 蛤 什麼 你編譯出來了 怎麼可能 我自己都編譯不出來呢 對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因為專案開發者 自己編譯不出來 這是還蠻好笑的 對 所以 那個作者就要求 就是這位mentor 他同時自己就是作者 他就要求說 麻煩你們結一下那個螢幕 就是你們about的那個頁面 對 我要確定一下你是 不是從apt-get或是yumg 安裝起來的 對 就是他要確定一下 我們真的是從source code編出來的 然後後來確實 呃 事實證明就是真的 呃 因為我們抽絲剝繭 找到他缺了哪些套件 然後都早期了 然後都有幫他補起來 對 然後所以我們完成那份 document 之後 就等於是幫他把readme 算是補得差不多了吧 OK 好 呃 還有另外一個task 就是需要 架設一個git server 在rospery's牌上面 那建立git server呢 有以下幾種方式 建立git server 通常 你可以使用git init dash dash bear 這樣的方式 搭配ssh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建立起一個git server 那 哦 補充一下 git是一個版本控制系統 它是一個方便多人協同合作的 版本控制系統 這在開源精神裡面 這在開源世界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透過git init dash dash bear 然後搭配sh使用 你可以 就很快的架起一個git server 但是這樣做的缺點就是 呃 它需要 基本上大多的東西 都要在成文字底下操作 那對於一般人來說 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 有還蠻多的專案 就是開發了 像是有web 提供你web介面的 一些操作方式的git service 所以像是git lab 或go git service 等等這樣的東西 OK 那後來我們選擇使用go git service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由go language所寫的 對 然後 呃相對 它在跨平台支援度比較好 然後當然呃 這裡就不要站Ruby了 好OK 然後這是go git service的網頁截圖 就是它大概可以提供類似 呃 還蠻 就是已經跟git hub差不多啦 當然有些git hub 有的功能它沒有 但是它支援度還蠻高的了 然後接著是code lead task 然後接著是code lead task 呃 就是fossesia有做一個社群地圖專案 就是讓學生們把社群的json檔案放上去 然後就可以顯示成圖像的地圖 對 然後就是最後專案的結果 就是每一個點每一個紅點一點下去 它都會出現社群的詳細資料 那社群的json 也就是你剛剛上一張地圖 這邊看到的每一個紅點 其實就是一個json file 這個json file json就是一個javascript的object 對 然後json這個檔案裡面呢 你要放社群的名字啦 然後當然因為它是地圖嘛 所以你經緯度很重要 你要給它經緯度 然後再來就是社群那些聯絡資訊啊 然後還有它一些重要時間軸等等的 那把這一個json檔案放進去 他們的report裡面就可以了 對然後就是你可以看到 呈現出像這樣的效果 好 接下來就是 你需要 把 因為你需要把這個json檔案放 你需要產生這個json檔案嘛 所以 他們forcerAsia官方就提供了一個簡單的程式 可以 只要你把資料填進去 就可以自動產生出json file 然後你需要把這個json file 丟到他們的API檔案裡面 然後你需要用 Github的prorequest方式 這對沒有接觸過的人來說 可能會有點困難 所以下面有一個專案是 用來介紹 Github的prorequest 它叫gitit 所以要會github的prorequest 那一定要會git嗎對不對 對 那不會git怎麼辦 蛤 叫單單去開workshop啊 這是腿坑嗎 好 這是我這次所加的項目列表 就是 因為台灣的大部分就是這樣 所以找了一些日本的 好 接下來是 這是另外一個task嘛 就是 它需要做一個 它需要做一個簡單的行事例 你可以新增編輯或刪除事件 然後 一般的行事例 像你要做這種project 你都需要建立一個資料庫 可是 這個task很特別 它是 叫你用googlecalenderAPI 把你的資料全部送進去googlecalender 那這一個task的詳細資料 詳細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實際demo 那接下來還有這一個task 我們等一下會一起demo的這個task 是這一個 system status web application for Fedora using batch and HTML5 那 顧名思義就是 你必須要使用bash 還有Htl5的技術 去實作一個系統監看工具 系統狀態的監看工具 OK 那這個系統狀態的監看工具 它要求了這一卡車的項目 其實還滿多的 OK 就是像是硬碟的CPU使用率 然後硬碟分割區的狀態 然後前十個記憶體使用最兇的process OK 那所以bash是什麼呢 bash是一個 bash是一個 Ninux的shell 那shell的目的是 就是為了讓使用者可以跟系統核心溝通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df-edge 就像是Windows的命令提示支援啦 OK 所以你可以用df-edge去取得到你目前系統各個分割區的使用狀態 OK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用 但是 這個task要求你說 你必須要用web的方式呈現 那當然我們可以直接很醜的把這個輸出全部丟到網頁上 但是實在醜爆了 而且這根本就不是html5 它只是純文字而已 所以它當然不會被接受 OK 那所以說 如果你直接把bash產生了這樣的結果 丟到html的去 然後或者是不經任何修飾 直接跟著htmltag混雜在一起 那其實還滿難處理的 所以後來我們怎麼解決 我們就把它塞進一個json file裡面 也是用json file 然後讓原本靜態的網頁去自動讀取這個json file OK 所以呢你就可以透過seed awk 或者是grip等等的工具 就是shel底下的一些文字工具 文字處理工具 那透過像是這一行的showscript 就可以把剛剛的 剛剛那個df-edge df的結果 產生像是下面那個disc冒號 就是這是目前這個disc 然後sda1還有這麼多空間 然後剩餘多少剩餘多少 然後幾% 類似這樣的結果 OK 那當然我知道這個showscript有點醜 但是就是如果你稍微懂的人 應該就會看得懂 OK 那就是利用showscript的方式 去把我們本來所取得的資料 變成一個json檔案 那讓前面的js去讀這個json檔案 把東西render出來 OK 那這個task就是害我深陷泥沼的重要原因 因為它要求使用fedora 就是因為它好像是forsesha裡面 一個熱愛fedora的人出的task 那其實你寫出來這個東西 到任何一個發行板 基本上都能work啦 對 然後只是說你必須要匯一些基本的batch操作 然後所以它要求fedora嘛 可是它沒有fedora 它是用mac的 OK 那我平常慣用 就是海報就在IRC 我會哀嚎說那個 欸 它不想裝VM 它很懶 有沒有fedora的機器可以用 然後很剛好就是我 平常慣用的發行板就是fedora 所以我就在學校的系統 學校的實驗室的機器上面 開個帳號給它 借它用 那透過sh2的方式連接進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實際demo一下 我們這次實際做了一些成果 就是剛剛講的 Google Calendar那一個 我們重新命名它叫Easy Calendar 那 Fedora System Fedora System Status Dashboard 這個東西我們叫FSSD OK 好 所以 我的畫面 對我的畫面 OK 麻煩我的畫面 謝謝 CAM的畫面 請給我CAM的畫面 謝謝 OK好 那這樣應該可以稍微看得到我的畫面 好 所以就是我在我學校的實驗室 就是機器上面開個帳號給海報 那 有用過SSH人就知道說 如果你在上面編輯一個文字 編輯一個文字檔案 或者是run任何一個process的時候 當你的連線中斷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剛剛所在run的東西就不見了嗎 OK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棒的工具叫做Tmox Tmox OK 那像是說我現在Tmox 現在run的一個 Echo Hello Ccon 2015 然後後面一個現在時間 OK 好 欸 欸 我的畫面 謝謝 我的畫面 好 OK 你會看到就是 它一直印的Hello Ccon 2015 然後印的現在時間 好 然後海報 我就叫海報連上來之後 下 Tmox Attach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畫面 來幫我切雙兩個子母畫面 幫我切子母畫面 OK好 然後我就請海報在它的 server上 在它的中端記裡面下 Tmox Attach 所以你就會看到 我們兩個的畫面是同步一致的 OK 所以Tmox它算是一個很神奇的 工具就是 它不只可以讓你的process活在裡面 那同時我們兩個的畫面 也可以同步一起使用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透過Tmox這個工具去完成 因為我在台北 它在台南 那我們兩個共同操作這台機器 在這台伺服器上面做溝通 做操作 做協同合作 OK 好 然後 這就是傳說中的programming 因為它是參賽者 我不是參賽者 所以就是主要還是由它在開發 然後我在旁邊看這樣的角色 OK 好 所以呢 剛剛講的 我們先來看 FSSD這個東西好了 FSSD 那因為它是必須 要去要到一些Root的權限 才有辦法要到的權限 的資料 所以 就必須要Root的權限 好 然後它會取得 它會去取得 目前需要更新的哪些東西 然後會把所有的內容 寫到一個Json檔案去 好 那實際的網頁畫面呢 會像是這樣子 它消失了 出來 好 看我這邊好了 OK 實際的網頁畫面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會看到 呃 我們透過這個HTML的頁面 然後JS會去roll 這一個rolldata 拉出去 這我要把它收拾 嗯 我看不到我畫面 好 好 然後就是 這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是我們的專案成果 的頁面 OK 然後你這邊就會看到說 目前CPU使用率啦 Memory使用率啦 Disk使用率 Swap等等之類的 OK 那它其實呢 一切都是來自於 這一個Json的rolldata 這一個 Json的rolldata OK 那這個Json 就是透過 剛剛這一個 Gen的SH 去產生出來的 OK 好 然後 你會看到裡面 那些show script 其實還蠻醜的 好 然後再講一下 T-Mark還有什麼奇妙的功能好了 比如說 SSL是一輛火車 SL是一輛火車跑過去 好 然後呢 可以做什麼 呃 就可以讓 同時可以讓兩輛火車 跑過去啊 對 你可以分割四窗 然後你就可以讓兩台火車 一起跑過去喔 哈哈 然後當然正常用途 不是這樣用嘛 就是你可以 旁邊 你可以一次做兩件事情 就是透過分割四窗 等等的東西 去做一些奇妙的操作 OK 好 好 那如果你對T-Mark的一些設定檔有興趣的話 在我的GitHub 可以更易一些活動的欄位 然後才能有辦法把一些活動的calender存進去 先把這縮小 那我看不到畫面 好 我們看我的畫面好了 OK 那這一個就是剛剛所講的Google Can的那個Task OK 就是我們這一個Task呢 我們並不實際自己去建立一個資料庫 然後是透過Google Can的API 所以這很多的操作全部都在JS做處理的 那這一個頁面呢 如果你是普通人在看的話 就是這一個public的頁面 就是普通的 你就只能瀏覽 那你可以登入 登入之後就是透過Google的 你自己的Google帳號登入 然後授權過之後 你就可以去新增自己的活動 然後或者是編輯 新增刪除自己的這些活動 OK 那這全部都是 所有的資料都是放在Google Can的上面 然後是走Google Can的API 好 所以就是大概我們 這幾個實際demo的專案成果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回到我頭影片 好 那就是剛剛講的tmux 所以你可以像正常的分割視窗大概是這樣子 你可以下面放你的HTOP就是 目前系統狀態 目前連線狀態 然後上面做你自己的事情 如果你螢幕很大的話 它是Retina 所以他就喜歡幹這種無聊的事情 好 然後因為是在上面協同合作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種 就是那台機器的History其實還蠻好笑的 就是 我們會 因為 因為有時候在太晚了 不方便講電話或講Skype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上面打字 然後你就看到這一句 如果你有follow海報粉絲團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一句 等等都還沒commeter 你在R那個Ctrl C啊 就是我們聊完一句 然後就按Ctrl C,C,C之類的 就是上面變成我們聊天室 然後有時候不小心按Enter的時候 它就被傳到History裡面去 所以那台機器的History其實還蠻好笑的 然後 然後 因為海報呢 也是一個VIM的初學者 然後 我是一個超級CIO Icon 對 然後 所以 我要求他使用VIM嘛 所以我就講出了這句話 如何訓練自己的平常心 可以保持 如何讓自己平常可以保持心靈平靜呢 方法很簡單 看著一個VIM的初學者 開著Insert Mode 然後按著方向鍵 Backspace Delete的時候 如果你忍耐下來你就贏了 OK 因為如果你稍微熟悉一點VIM的話 那你就可以透過一些很方便的快速鍵 然後去快速操作這幾件事情 對 那所以他也被我要求用VIM 然後所以 算是快速 蠻快速學習起來的吧 好 好 好 這是我 在這次比賽中所得到的成績 就是 在 Force Asia這個組織裡面 得到的是 第八名完成了17個TESC 就是17個像 剛那樣的TESC 好 這是在 全世界 不知道幾百個人中 就是第46名 完成了19個TESC OK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 主要的排名 就是因為 如果你要拼前幾名 要去Google玩的話 你必須要Focus在一個社群裡面 那 因為前面我們比較不懂規則 所以去玩了其他社群的TESC 對 然後所以就會 做了兩題其他社群的 那 雖然只有46名 而且沒有被 被社群選進去說 是前幾名出去的 但是 你可以看到前面所做的TESC 其實非常的活 非常的廣 要會的東西其實非常的多 這是 學到不少吧 嗯 對 就是強迫自己 學習的一種方式 OK 好 這是我這次所有的 Google Code In的專案 都放在這裡面 對 OK 好 然後 還有一個東西 剛剛講的都是 是413到14歲的學生 參加了Google Code In 如果在場 你是18歲以上的大學生 有一個東西叫Summer of Code Summer of Code 現在還可以報名 現在還沒開放報名 接著會開放報名 Summer of Code 是4大學生版的Google Code In 但是實際要做的專案 就是比較中大型的專案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勘討一下Summer of Code 這個活動 好 好 這裡我要先 感謝我的IT老師 就算學校網管 對 因為我不小心 碰到了學校的網路 然後 他就覺得我可以去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他就 邀請我去參加這個活動 對 然後還有 感謝 丹丹借我主機 就永遠只感謝我的伺服器而已 對 好就是其實 就是因為他還蠻幸運是在美國學校 那美國學校的網管其實真的還不錯 就是覺得說 他有能力去玩一些東西 那 所以他推薦給他一個 算是蠻正向的活動去參與 那如果是在台灣可能就不是 就是一般台灣教育體制的話 可能就不是這麼開心了 啊對 剛剛還忘記demo一個東西 就是 來幫我切回去剛剛terminal畫面 好那我過來 好OK 有時候在路上就是 我不一定在電腦前面嘛 所以我會在 呃 會在回家的公車路上 所以有時候我只是用一台平板 我只是用一台平板的畫面 就 就是我只是用一台平板而已 然後我就連線回去 我的機器上 嘿 給我這一台 這一台 這台這台這台 這台這台 這台這台 cam OK好 所以有時候我只是用這台平板 那你 因為我開給他的機器 是SHH的機器嘛 就是透過SHH連線機器 進去的機器 所以我只要 任何地方 可以透過SHH連進去的話 然後一樣tmuxattach回來 那你就會看到我們兩個的畫面其實是一致的 OK 就是現在是 我沒有打字喔 海報打字 對 火車過去了 OK 所以就是雖然畫面比較小 但是我還可以稍微看到說 就是我可以稍微幫他看一下code 就是可能不是這麼方便 但是我可以稍微幫他看到code 對 這是一個還蠻方便的東西啊 就是tmux還蠻有趣的 OK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有任何的問題嗎 OK 我們謝謝海報跟Danny 那 這部分有任何的會眾 有疑問要問他們的嗎 有關於Google Coin 還有他們 協同合作在一起 共同解這些題目的一些任何問題 沒有 沒有 好亮 OK 沒有 我有問題 因為還有一點時間 好 呃 那個 可以問不是這個的問題嗎 好 問啊你想問什麼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他會叫你爸爸 這個問題 這沒有什麼好會答的 好 好 這個就反正 反正就是 下電影覺得遇到一個可造之材嘛 然後就反正就是 花一點時間陪他做這些東西 然後 因為我本來就是 算是玩得還蠻廣的 那剛好碰到Google Coding 這個活動是 你真的要會的東西還蠻廣的 你看到剛剛 你要會有一點web的東西 你要會一些showscript的東西 然後 你要會 就是你要會的東西真的很廣 然後前面編譯的task 你也要熟Netflix的東西 所以其實 呃 因為我會的廣 然後所以也剛好能夠幫到他 對 就是因為大概 大概是因為這樣 好 那不知道這邊惠總有沒有問題 想要問 Danny 爸爸和 不要知道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好了 跟這個有關的 好 剛剛有講到那個summer of code 對summer of code 那所以是18歲以上的學生 大學生 基本上應該是18歲以上的大學生 詳細規則可能要自己看一下 嗯 好 那有沒有可能是說你去參加 換他還support你 欸那個專案是比較中大型的 就是 是真的開發一個比較中大型的專案 而不是這種零散的task 所以 應該有困難 不是這麼簡單 他頂多可以幫忙結一些小issue吧 就可以做中學 就像這次的座位表 哦 是是 可是這次siccone的座位表 就是有人到處一直踩Bug OK 那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不知道有什麼 惠總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有問題可以按前方 好 就是 呃 我有 我參加的那個專案 他想要 他想要加入那個summer 對 然後 我可能會 會去擔任mentor或commentor 那 請問 你們會希望 mentor或commentor 能帶給你們些什麼 其實就是 不要出那種太沒意的task 就是 覺得有的task 還蠻沒陰陽的 就是 因為 應該是 因為 因為是 summer of code的mentor 會去出 google coding的task 對 就是當你被google選出來之後 那 其實 在上面看 有些task還蠻有趣的 然後 有的task就是 有點 覺得有點沒陰陽 對 所以mentor能做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出一些更有意義的題目 然後 呃 不只是充數 因為有的人 我就看他好像都是在 做一些很簡單 在充數而已 對 所以我希望是 整個task的quality 他所做出來的品質 這也能夠列入考量 但是 這跟google 這跟google的評定方式有關 這也不是這麼簡單 能夠解決的 所以 有回答到嗎 OK 好 那 沒有問題了嗎 還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這邊有點量 可能比較難看到 無法看到 有問題的話 請大火一聲 謝謝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如果還有問題 就之後想到問題 要問他們兩位的話 那就歡迎到台下問他們 好 我們再次謝謝海豹和Dann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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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